美国要在中国和日本之间钉一颗钉子 日本的反应绝对是臭气 但也真正值得我们警惕 各位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终身talk 日本勾连美国对付中国 其实早已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了 只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日本竟然正在做着与中国打上一仗的准备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日本在做什么准备呢 近日 根据日本媒体透露出的消息称 美国建议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 而且不管是导弹类型还是部署地点 都非常具有针对性 据悉美国方面建议部署在日本的导弹 包括远程高超音速武器以及战斧巡航导弹 而部署地点则可能是靠近我国台湾岛的九路岛 有部分观点认为 从美国建议在日本部署的导弹类型 以及部署地点来看 美国摆明了就是想利用日本将枪口对准中国 也就是要把我国领土纳入到美国中程导弹的打击范围内 借此机会将日本推到两个大国军事博弈的最前沿 也可谓是将日本打造成中美之间的第二个乌克兰 毫无疑问美国这一举动将使得战火烧到日本 拜登政府摆明了就是想在中日两国之间订一颗钉子 以便让日本未来帮助自己冲锋陷阵 重蹈乌克兰今天的负责 可怪就怪在即便有了乌克兰这个前车之舰 日本方面却不打算吸取教训 有消息显示对于美国建议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一事 虽然并没有得到美国官方的确认 但日本媒体却称日本准备就接受美国的中导部署问题 展开认真讨论 简单来说就是即便这一消息并不真实 日本方面也要对此事件进行认真讨论 可以说日本的反应真的是值得我们解放军的警惕 毕竟光有美国挑起冲突的心 是不足以在亚太掀起一场战争的 真正能让美国在亚太掀起一场针对中国战争的 是日本方面甘愿替美国卖命 当然了也许日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它并不是真的愿意替美国同中国打散一仗 它只不过是想实现美国对它的政治和军事松绑 由此让自己变成正常国家 可是想要成为正常国家 就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 只是日本目前并没有意识到 它要付出的代价到底会有多大 分析认为 倘若日本真的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中程导弹 想以此实现自己的野心 变成一个正常国家 那么它绝对是一部臭棋 毕竟不管是美军要在日本部署导弹的类型 还是要部署的地点 都将对我们中国构成不容忽视的威胁 而我解放军为了避免这种威胁 就一定会采取应对措施 虽然至于到底是什么措施 目前上并不清楚 也不好猜测 但日本最起码得承受战时被直接攻击的后果 如果说日本就是想借此惹祸上身 继而真的同中国打赏一仗 那么大家也应该放心 日本不吸取俄乌冲突中的教训 我解放军大概率不会上演俄乌冲突中俄军的剧本 也就是绝不会拉垮 不会战略犹豫 更不会让冲突持续的很久 好 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